这是一起勾置叶子的教程 制作简单又非常百搭 每一束都用了煎变色的搭配 让花束搭配更丰富 勾置之前剪好一个25厘米左右长度的细铁丝 叶子的第二圈要加入细铁丝 开始起针勾置 勾置十来个锁针 然后倒二回勾 勾置一个短针 下一针一个中长针 下一针一个长针 接着勾置两组隔一加一的长长针 勾置第一组再下一针勾一个长长针 下一针勾置长长针加针 在同一针里面勾置两个长长针 勾置完第一组 接着勾置第二组 再下一针勾一个长长针 下一针勾置长长针加针 同一针里面勾置两个长长针 这里就勾置了两组加针 继续在下一针勾一个长长针 下一针勾置长长针 下一针一个长长针 下一针一个中长针 在最后一针里勾置短针加针 同一针里面勾置三个短针 中间一针是下一圈的加针位置 可以做上标记 到了另一侧对应勾置 对应勾置一个中长针 对应勾置长长针 同一针对应勾置长长针 同一针里面勾两个长长针 下一针对应一个长长针 下一针对应勾置长长针 下一针对应勾一个长长针 下一针对应勾一个长长针 接着对应勾一个长针 对应一个中长针 对应勾至最后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完成第一圈的勾至 索一针为起立针勾至第二圈 开始加入细铁丝 勾针先穿入第一个短针针目 将铁丝放在勾针的上方 一边勾至一边将铁丝包裹进去 勾至第一个短针 接下来对应针目勾至短针 一直勾至到加针位置的前一针 勾至到加针位置 在这一针里面勾至三个短针 勾至第一个短针 同一个位置勾至第二个短针 这一针勾至两个锁针的狗牙拉针 勾针挑起第一个锁针后背的这根线 勾至一个引拔针 继续在同一针里面勾至第三个短针 到了另一侧 对应针目勾至短针 一直勾至到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在这一针里面勾至两个短针 将线绕到铁丝下方 与第一针进行引拔 将线圈拉大10厘米左右断线 将一纸调整好 用预留的线头在铁丝下方长绕一厘米 一束叶子有七片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制作叶子的数量和颜色 这里用40厘米长度的爱好花杆进行组装 组装第一片叶子 长绕毛线2厘米 接着再组装另外两片叶子 同样的长绕毛线2厘米 再继续组装叶子 叶子与叶子之间的距离在2厘米左右 组装完叶子 再将毛线长绕到最后 完成再用胶固定线头防止脱落 最后再将叶子进行调整 到这里叶子的勾枝就全部制作完成 组装削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